一、二、三 有三個蛋糕那麼多 究竟誰是主角呢? 蛋糕沒有寫名字 我原來是馬國明的48歲正日生日 發言人劇組送上驚喜 幫他和幕後工作人員慶祝 你過來吧 白Sir也是 白Sir過來吧 原來白Sir在一起 謝謝… 我又有理心 是的,謝謝大家 身為女友的湯樂文 在踏入13號的凌晨12點 在社交平台放閃 分享和男友馬明頭貼頭甜蜜合照 還想到爆寫上生日快樂 最重要身體健康 我的大小孩 而馬明還很甜蜜地留言回應 還以一家人來形容靚湯 網民也喜控吹勳 不知道靚湯還有沒有約定 馬明和他慶祝生日兼情人節呢? 接下來會有三天假期 算是一個生日祝福嗎?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也是一個好事 可以休息一下 尤其是試一下夏美 夏美經常說他沒有時間背劇本 那靚湯有沒有預備什麼驚喜 或者會說 我預訂了你這一天和你慶祝 因為他要開工 哦,是嗎? 其實他要開工 他還在開隱瞞那邊 所以接下來他也要開工 是,但他平時會不會 很有心思準備禮物 或者有小驚喜給你? 他也會有什麼的 因為他以前不煮飯 其實他也有試過煮飯給我吃 哦,是嗎?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是手勢如何? 我覺得很好吃 哦,是嗎? 是,我猜不到他煮的 是嗎? 會不會在家裡煮小飯 也不捨不得 故意生日才下廚 因為他平時偶爾都會 他有空也會煮一些東西給我吃 如果真的可以一起 能夾到時間吃飯就吃 才會再慶祝 是,很隨意的 雖然看著開工 但林夏美也很疼老公 準備好跟他慶祝 不過就突然有件事發生了 打亂了計劃 我剛剛準備了一個禮物 然後就… 因為他下個月有生日 所以我就打算 不如準備一份大的禮物 就送給他 所以今天唯一有時間 早點就… 不如就今天慶祝了 對 然後我又放下酒 然後我又說 我先走了 他在想什麼事 因為馬明 不要緊 明天真的放假 他心情很複雜 他還可以的 因為他剛才已經很開心 因為我這個禮拜 都很努力去準備 也滿意你的驚喜 當然是不滿意了 我很自信 當然滿意 是的